Hello Joanne,Hello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號,我請了好朋友Joanne 也是英國的資深移民律師,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問題 Joanne,你見面得到嗎? 我們今天有非常... Hello,Hello,Hello,聽到,聽到 Joanne,不如你很快介紹一下自己 好,首先,我們之前和Elly都拍過一些影片 去年的7月份,剛剛有BNO的消息 Policy statement 出了 Elly都很勤力,用了螢光筆 把整個Policy statement 推出了 今天我們又見面,希望可以和大家講解一下 關於BNO的最新消息 我自己本人就是英國的執業律師 我的職業範圍就是英國的移民 UK Immigration 另外就是英國的房地產買賣 Elly,我們最近都很忙,是不是? 因為... 其實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3月31日 我們很多的成交呢 就是好像整個山 整個山 很多檔案 其實很多都是趕著今天去做這個成交的 嗯,沒錯 因為明天就有海外買家印花稅 2% 那在這裡呢,都想更新一下大家 如果你的成交是過了今天了 那都不要緊的 你可能都要先給那個2%的海外買家印花稅 但是在你成交的 之前計的365天 和你成交之後計365天 如果你住滿呢 183天成為稅務居民 你的2%是可以退的 那所以呢,都不是說世界末日的 不過今天我們就全個行業的律師 特別是都很忙碌的了 那我們今天忙完呢 那麼下一回合就到6月30號那天 又是一樣 再來一次 那不過今天呢 我們就先不說是買樓 因為今天我們抓到Joanne 我們一定呢 就好像更新回我們 像你說的 上年我們7月已經拍了一次 那時候是剛剛宣佈BNO簽成 就出來啦 那大家都很興奮 但是呢 事至到今天呢 其實已經有很多的內容 已經更新了 那而在這裡呢 也都有一些的 以前我們上次記不記得 Joanne 我們說 太空人是不行的 那現在呢 今天我們有很多 就是都有一些的arrangement 不是全部的arrangement 有一些的scenario呢 其實是太空人是ok的 那所以今天呢 我們又可以更新一下 還有其實事緣 因為早幾天和Joanne聊天 就說原來他剛剛跟內政部 經常都聊天啊 那我當然要抓著他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內政部的 一些內幕消息啊 或者是沒有說明文寫出來 但是不同的scenario啊 有沒有一些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做人又說有啊 那所以呢 就今天一定要跟你慢慢聊啦 那我們會先講一下呢 就是 我收到很多問題 會先講一下呢 Visa 就是太空人的arrangement 好嗎 因為最多人最多人關心 那之後我們會再講一下 譬如說你那個 IDapps 有沒有什麼困難啊 你的tb test 那個expire date 也都會講一下 剛才我們內政部 一些呢 小道消息啦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也都是 歡迎大家呢 就來到 我們大概有 都百幾位朋友仔 那我們都 不如快點入正題 因為都很多東西要講 好嗎 Joanne 那我們先講呢 就是譬如說 太空人Visa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 他是會 可能父母再加一個小朋友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譬如說 一開始一起申請 以前呢 他之前早前說 一起申請 是不需要一起出發啊 或者是前後腳都OK 那現在這一方面是怎樣呢 他的arrangement 嗯 OK 其實呢 現在呢 現時內政部就講了 嗯 是 之前呢 我們見到一個website呢 他就是寫著 一家人呢 就必須要一起申請啦 那就可以分開入境的 嗯 那他就說 You must apply together 但是呢 But you may You may enter the UK at different times 那但是呢 現在呢 就不同這樣說法了 那他就 他就說了 You should travel to the UK together 不單止是 只是一起申請 亦都要一起去入境的 噢 那他先過來了 然後很多人會想 他過來了沒問題的 是不是 但是他會回到香港 可能爸爸這樣算 媽媽留在這裡 爸爸這樣算 那是那個 就是主申請人就留在這裡 然後另外一位就回去 那他們那個 這個 怎樣 有什麼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太空人的計劃是活動的呢 就是on the ground 我們是希望 最重要的是小孩子嘛 就是當然我們希望 那些小孩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都還有機會 可以在五年之後 是可累以為拿榮居 跟著六年的時候 可以拿入籍 那在什麼的 結構之下 是可以達到呢 這件事 嗯 嗯 OK 其實我們要留意 就是 如果 譬如大家 就是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都一起入境的情況 那當然我都明白 那可能 爸爸要回去 就是英國 sorry 回去香港做事 有時候都是媽媽 回去香港做事 那 如果在那些情況之下 那 其實 爸爸或者媽媽 就是任何一方 在英國那位 和他們的子女 那就要考慮回 他們是什麼身份 OK 其實五年後呢 你就算用配偶的身份 譬如你自己是沒有BNO的 但是你就是用BNO Dependent Partner的身份去申請 那五年後呢 其實 你都如果符合到資格 都可以申請到這個永久居留 那小朋友呢 如果他們在五年後 申請永居的時候 是 要住滿五年 當然 就不是說 那個BNO 批合給你五年後去申請 我們一定要符合得到 這個Continuous Residence 五年的居住 在英國居住的逗留時間 那跟著才可以去申請這個永久居留 那但是呢 小朋友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他們是未滿十八歲呢 那就必須要和父母一起申請這個永久居留的 那如果是已經十八歲或者以上的話呢 那他們就會轉用一個叫做BNO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其實我們看回那個 Appendix Hong Kong 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那個移民條例 我們叫做Under Immigration Rules 那裏呢 那他們都說得很清楚的 那那個relationship requirement 就是要主申請人 是同時符合得到這個永久居留的資格 陪同他們申請呢 是Under 18歲 未滿18歲的子女 就一定要同父母 雙方父母都一起陪同申請 除非他們是單親的家庭 那單親的家庭呢 就必須要有法庭的命令 那裏呢 那這個認罪的命令 那裏呢 還有遇去控制 那裏呢 也會說一下 蠻有法庭的信號 例如私隙在家庭 譬如我們看回BNO Visa 不僅是人間的永居 而在社會主張地方 如果是單親家庭的話 一定要有 我們英國叫做 所有責任 因為我們的字眼改了 其實這個意思是跟所有責任差不多的 好 我們用簡單一點的說法 如果你的小朋友 他在五年這樣算 他是達到18歲 這個太空人的計劃就可能有可行 但如果你過了五年之後還未到18歲的話 其實就要兩個雙方父母 他都要能夠滿足居留日數 這樣才可以達到 我們可以叫做居留日數 也可以叫做不要超過離境日數 英文我們會叫做residency requirement 或者absences 的requirement 但是今天我們 我們先撇除那些 其實我們討論這件事 我們先撇除說 其實太空人這個安排 究竟對於你在 家庭方面是 好不好啊 因為 我都要帶一句 有些 買家都會跟我說 那我離婚啦 真的要想清楚 大家三思 而我們這個 的題目裏面 先除了這些 discussion 就是說 其實是這樣的 對於家庭來說 是不是一個最好的 arrangement ok 這樣 再問一問 就是 有些朋友 他就會問 其實我們有很多問題 其中一個 他都是這樣說的 我們答一答 譬如我 Eva 他就問了 他說 他兩個小朋友 我們拿個case scenario 兩個小朋友 都未滿18歲的 這樣 一家人是不是要一起申請 可不可以分開申請 因為爸爸會遲來 如果爸爸三年後才到的 他剩下兩年 他要逐簽 他逐 是二加五 還是二加三 他是不是 總之 由他開始住 夠五年 就可以申請永居呢 這樣 嗯嗯 首先 如果是爸爸頭過兩年 就會離開英國 其實我們那個 Continuous Residence 那個離境日數 變成你任何的12個月內 是超過了180日離境 就是離開英國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 Break in Continuous Residence 那就斷了 這個Continuous Residence 所以呢 頭過兩年 就不可以計了 那就計回他之後 再入境 再住滿五年 才可以計回這個 Idefinite Live to Remain 才可以申請 資格啦 是啊 變成了 其實是二加五 好 那你意思說 他不可以在這裡住兩年 回去兩年 再住三年 不行 頭過兩年 是不計的了 因為你已經斷了 哦 總之是一定要黏住 OK 好 這樣呢 如果他是 OK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所以如果你 即是 去到這個的 有一些 他就不關事的 你主申請人是男 爸爸還是媽媽 總之全部都是一樣的 總之你是計回 如果他到時 你就要看他入籍 最重要是小朋友 就看他入籍 如果不是的話 只有媽媽 或者爸爸 其中一個 他們是入籍的話 那你就可以爸爸 反而是用 spout visa 即是配偶簽證 都可以了 是不是 那就 嗯 有兩個選擇 都 不是沒有這個選擇的 但是 反而 用這個配偶簽證 其實那個難度 是 更加高 那另外 就是用配偶簽證 其實我們也要考慮 要考英文試 配偶簽證 那他這個 financial requirement 比起BNO更高 那另外就是 South visa 你是要證明 你是跟這個 即是 你們是一齊居住的 有 cohabitation 的 evidence 那變成了 如果媽媽住英國 爸爸住香港 就 不太make sense 啦 那所以 也都有這個 risk 在這裏 那所以 看看 港人士的狀況 那 那現在為止 那內政部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內政部都說了 是可以續簽的 那他都說了 就是五年後呢 如果是 申請不到這個永久居留 就是不符合資格啦 例如 日數超標啦 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呢 是可以申請 俗簽啦 那我們英國叫做 Further leave to remain啦 那申請Further leave to remain呢 那Leave to remain 一定要在英國申請 才叫做 Leave to remain的 那大家要小心這件事啦 那爸爸就要 就是 在五年過期之前 去續簽 那續簽呢 就一定要在英國 才可以辦理到 續簽的手續的 那也都要留意 英國續簽 那到那時候呢 又可能真的很多人一起 這樣來續簽啦 那 英國的processing time呢 大家可以 聯想到 那大家都知道 在內政部的website 是趕了12個星期啦 那可能真的 分分鐘要12個星期啦 逐簽 嗯 另外呢 亦都考慮了 它是由 去appointment 那天才開始計算的 那除非那時候 亦都是可以用ID app啦 那當然你要有 符合的passport 可以用到ID app啦 那 但是都要 留意了 凡是在英國 遞入申請的人士 或者 申請期間 都不可以離開英國的 哦 OK 好 想問清楚 他有兩個問題 譬如說 是不是過了18歲 就不需要跟父母申請 只是跟申請人就可以了 一個 如果過了18歲的話 是嗎? 過了18歲 嗯 過了18歲 其實是不需要 兩個父母一起申請的 嗯 我有一個家長呢 他就是這樣的 他是剛剛申請了BNO visa 是Candra啦 看看你是不是在看的 這樣呢 他就問了 他說 他們剛剛申請了BNO visa 然後他兒子已經剛剛到18歲了 他現在要過來讀書 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飛的了 嗯 他說了內政部 說了要一家人一起去入境 所以呢 我們都會勸大家 一家人一起入境的 Kristine 說 是不是不可能是太空人 其實是有可能 但是你的小朋友到你永居的時候 你要夠年紀 你要夠18歲左右 然後 還有他說 OKinawa 他說主申請人 如果5加1內新顧 那Dependence 怎麼辦呢 這個很好問的 嗯 嗯 如果5加1內新顧 但是Dependence 是5年後可以申請到永久居留的話呢 就是他們自己另外是符合資格呢 那都可以照他申請的 嗯 永久居留 對了 但是逐簽呢 就未必可以了 嗯 哦 所以要小心了 嗯 未必夠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 他申請了 他不馬上過來嘛 他隨時不夠的 隨時差一點的 嗯 那到時可能需要 提交一個 Discretionary 的 application 那就要內政部 去營養著情權 好 那歐先生呢 他說 媽媽、兒子過了英國先 5加1後 媽媽可以入籍 爸爸遲些才過來結束 兒子就要帶爸爸去到英國 才可以結束 是不是 那他們兩個如果要逐簽的話 有什麼原因會比較容易接受呢 嗯 OK 其實逐簽呢 跟初期的應用 就不是很遠的 是的 那個要求 那所以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客戶 都在問同一個問題 哦 需不需要那時候又要特別去解釋啊 為什麼不可以符合得到 其實都不需要特別去解釋的 因此為止 那當然啦 到那時候申請的時候 可能內政部也有些更改啦 那包括如果有一天 譬如內政部說 我現在就取消BNO visa了 不再接受新的申請了 嗯 變了就 然後 逐簽的人士呢 也都會受到影響的 那逐簽的人士 他們都會 可能說回 可以只是逐簽到什麼時候 幾年幾月啊 那幾年幾月要申請到永居 如果不是呢 就會作廢這樣 不過他變得這麼快 逐簽的時候 你 真是 多年世界變了 他現在呢 每兩三個月都有很多 即是很新的更新的更新的 那我們呢 再到下一個 想問一問呢 小朋友 你也知道呢 在英國 讀大學其實很貴的啦 那如果小朋友是希望 目標是用公民身份 用本地的收費 讀大學 那其實應該要怎麼整理呢 或者要 即是從哪一天開始計算要住滿 多久才可以 即是 判斷這個本地的收費呢 嗯 OK 那首先呢 我們看回 這個Education Act啦 那他們就 那這個就不是在移民裏面的 OK 但是 這些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啦 那也都有看過一些 這個Education的法律的範圍啦 嗯 但是呢 那大家要留意呢 就是當你去 即是想做一個 Home Student的時候啦 那你不想給這個 國際學生的 學費啦 那你一定 那時候呢 是必須要 at least有這個 settled status啦 即是有本地居留啦 在英國 那並且呢 過去的那三年呢 都是在英國居住的 那 大家也要留意喔 那如果申請U-CAS的時候呢 那申請大學呢 其實是早一年去做申請的嘛 那變成你早一年呢 要說清楚你的 status 那如果早一年 其實你是未符合到這個 status的話呢 那你就以這個 國際學生的身份 去申請啦 那到時候 大學批了學位給你啦 那你就開始開學啦 那但是譬如你已經拿到永居呢 那你就要去跟 學校 即是大學那裏呢 就要說回啦 那他們可能會說 我們這個位置是 國際學生給你 那所以一定要你給 國際學生給你 那也有這樣的事情會發生的 那所以大家也要留意啦 那他們也都會 叫你提供一些 書面上的證明啦 證明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呢 這三年內都是在英國居住的 即是 住址證明啦 是嗎 是的 住址證明 是的 例如是水電煤氣費單啦 等等啦 嗯 Joanna 我想問你呢 你現在由 一月底啦 開始申請之後呢 你多不多呢 幫那些客戶申請的那些是 Dependence 就是不是18歲以內 因為18歲以內 就基本上一定可以啦 多不多說 譬如是adult的 就是老人家啊 或者是 過了18歲的 小朋友的那種申請呢 難不難申請 還有 是不是 就是 是不是要有多少的 要怎樣去顯示到那個 嗯 就是 Dependency 這樣呢 嗯 OK Elly 你現在說了兩個不同的 category OK 第一個你說起就是 97後 即是年滿18歲 但是97後 1997年7月1號或之後出生的子女啦 那些我們也有幫很多家長 包括有些是已經在英國讀書的啦 可能已經讀大學的啦 那或者剛剛差不多讀完啦 那我們也都有幫他們分隔兩地去申請的 就是可能父母在香港啦 那兒子女在英國讀書啦 那有些呢就是已經是 就是可能未到英國 就是讀書啦 可能仍然是在香港讀大學 那就跟父母一起居住啦 那大家要留意回呢 那麼97後的子女呢 你一定要證明到 其實所有的Dependency 你都應該證明到它是 同一個household 那同一個household呢 內政部也都說過 在那個appendix Hong Kong B&O 裡面呢 那他們都有提供過一些information 就是同一個household呢 就是你一起住呢 就是同一個household啦 那如果譬如分開住 哦子女在英國讀書呢 那就更加要有更 concrete的evidence 更加多的證據啦 書面上的證據 證明在一起居住的 那仍然是就是父母是給支持他們啦 譬如金錢上的支持啦 那譬如所有的費用都是父母支付啦 日常生活的開支啦 那這些是比較困難的 那是很多文件去提交給內政部啦 還有timing呢 Timing 也都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一個是香港申請 一個是英國申請 那可能父母在用IDF 那兒女呢 如果是譬如用K字頭的護照呢 又要去appointment 那變成其實都蠻複雜的 因為那個day of submission呢又非常之不同啦 所以day of submission呢 我們要 我們移民法例內呢 那immigration lawyer 會叫做day of application 那day of application 怎樣去算呢 就是 如果用IDF 的人士呢 day of submission 就是 你給了錢 然後再上載所有的文件 那由你給了錢用IDF呢 那你就有25個工作天去上載所有的文件 嗯 那當然你不會等到25個工作天才上載啦 是不是 那可能就是幾天後啊 或者 就是你的文件全部準備好了 你就上載了全部的文件啦 那跟著呢 你才按寄輸的那個 那個才是 那個才是day of submission 但是如果你是用appointment的形式呢 又不同的了 那appointment呢 就是payment那裏呢 他就會寫了是day of application 哦 那所以 大家要注意這些東西 怎樣連結那個application呢 嗯 OK 那這個 這個呢 其實早期呢 都有說過的 那 在我們的Facebook Group 上 UK Lawyer 啦 那 但是Elly這陣子很忙 就是做很多樓宇 買賣 那所以可能這一點我們可以講一講啦 那就是那個主申請人的UAN number呢 就要寫入那些dependent的application裡面的 嗯 那他就會問你 oh have they apply for B&O visa 啦 那你就說有啦 那就會輸入那個unique application number 進去啦 嗯 有別的問題 這個人申請了沒有啊 那是不是已經被批核了 因為呢 大家要很小心呢 那個guideance 裡面呢 就寫了 如果那個主申請人已經是被批核 那你才去申請那些dependent呢 那他就一定會refuse application 哦 所以真的一定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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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呢朋友問我 如果我的小朋友到17歲半 五年後17歲半的那些全部都不行啦 就是總之一定是計18歲啦 是不是 跟著 現在16歲申請了B&O visa 是不是要父母一起入境 因為不夠18歲 這個eppy eppy 都是啦 一樣都是不行 這樣 跟著呢 我們 你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看一看啊 萬一不能夠續簽 小朋友不夠18歲 爸爸和兒子 事不事一定要回港 嗯 為什麼不夠續簽呢 嗯 這個續簽 為什麼不夠續簽呢 這裏要再 OK 喇 一定要在過期前 Visa expiry date 之前 去續簽 而且呢 續簽呢 只可以是最早28天 之前去續簽 那你只有這個28天的window 去續簽而已 是的 那麼申請永久居留呢 亦都是一樣 怎樣一樣呢 就是 嗯 不是不是Visa expiry 是你可以達到那個5年的continuous resident 已經在英國住滿了5年了 那跟著呢 當你住滿了5年 可以提早28天 去申請這個永久居留 是的 但是大家要非常之小心 因為你如果不是在英國申請的話 而你又不是 可以很快地來到英國呢 那很有可能呢 你就要續簽多一次 才可以申請到永久居留了 嗯 我想其實他都給你的話 他續簽應該不會說要求太過份的 如果我相信 我們到時再更新 因為現在實在 沒有人需要 暫時這一刻 沒有人需要續簽 我相信他 再遲一點 他會再多些資料 怎樣續簽 那方面 媽媽做主申請人 再確認一下 媽媽做主申請人 爸爸不去英國 小朋友現在15歲 5加1之後呢 其實小朋友應該過了18歲 他應該可以 申請永居 但是媽媽就不申請入籍了 再過一年 那小朋友如果那時候18歲 他都可以申請入籍了 是嗎 嗯 可以 嗯 是啦 好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那小朋友 是 未夠 就是譬如 小朋友未夠18歲 例如我們說回 因為有些人呢 他們是 可以申請到永居 但是就入不了籍的 嗯 有很多這些人 在英國 OK 有些人是 by choice by choice 他們是選擇 不申請英國國籍 全英國國籍 我們叫做 英國國籍 原因呢 就是因為 可能他們的國家 是不承認雙重國籍 例如日本 日本是不承認雙重國籍 所以呢 有一些日本的客人 他們都是會選擇 就是永世都是要申請永居的 他們就不會申請入籍的 是啦 但是 但是如果 他是 我們不說 這個 就是有沒有 choice 就是 如果是沒有 為什麼會沒有 choice呢 我們又說回這個 其實有很多原因的 那入籍和 這個永久居留的 那個requirement 是不同的 那個要求 那包括呢 就是 申請永久居留的時候呢 任何的12個月內 都不可以超過180天離開英國國境 那我們 所以 其實 大家要留意呢 就不是你 就留多少天 是不可以出境多少天 嗯 而且那個任何的12個月呢 就是 就是 之前有很多說法就是 就是每一年 其實我們不應該說每一年的 因為 例如 你是7月 被獲批這個BNO visa 我們五年後 就是7月份的 2026年 去申請這個永久居留 那我們就要看回過去的五年呢 譬如 就不是說 7月到7月這樣看的 可能1月到1月啦 2月到2月 3月到3月啦 就是 去年抽12個月 去年抽12個月出來 對啦 你都不可以超過180天 否則呢 你就要從頭再開始那個五年了 因為已經破壞了個continent residence啦 即是他隨便抽12個月出來 隨便抽 那如果他抽中了 你是剛剛那12個月 剛剛不中183天啦 那就由頭再來過 嗯 這個項目很重要啊 這個項目很重要 嗯 是啊是啊 那麼我們 那些客戶 我們都會 就是另外再提醒他啦 那我們也有特別的計算 可以幫到他們的 是啦 Rena 我想問一下呢 那剛剛你說說 不在香港申請 又不在英國申請 是不是申請不到的 就是如果他在 譬如說有很多 小朋友在多個地方這樣 那原則一起申請 是不是申請不到的 嗯 因為呢 最重要呢 我們是要證明到 你有普遍的居住 在香港 或英國 那如果你是證明不到這件事呢 就非常之困難啦 那你就很大可能就被拒簽的 那所以呢我們都不會建議在香港或英國申請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被拒簽嗎 嗯 我們所有現時申請過的都是100%成功的 那但是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都聽說很多就是 可能跟我們差不多時間是進入了的証書啦 那但是還沒收到消息啦 那可能他們的文件不齊全啦 不足啦 因為我們做的程序呢 全部都很足料的 就是全部材料 這樣準備好了 那可能一個程序有 就是大概 就是一家四口這樣 我們可能有40份的文件去提交給來政府的 那所以 因為我們資料充足啦 那我們的包含文文件也寫得很充足 就是說回 移民條例 我們每一個客戶 就是每一個客戶 以及他的子女 是怎樣可以符合得到這個移民法 那所以 內政庫是沒什麼理由去拒簽的 那 但是大家要留意回 比較複雜一點的應用程序啦 就是 譬如你是一個人這樣申請就不同 這樣說法啦 但是譬如 你是有小朋友啊 或者你是單親家庭啊 或者是 一些 adult dependent relative的應用程序啦 或者 子女是超過18歲 但是九七後 那也都是 要小心去處理 那要有足夠的文件啦 那小朋友未夠18歲呢 那應該就提交回一個 叫做 parental consent letter啦 嗯 OK 因為如果他真的 他簽的那些你都會一早就告訴他嘛 那所以呢 如果是有risk application 我們都會先說的 是的 那例如是 如果有一些criminal conviction啦 有一些 刑事罪行啦 或者之前有一些 不良的紀錄啦 也都會影響這個suitability requirement 其實有位朋友 factor 她有問過的 她說 如果我去連開車拍照罰錢 少少超速 沒有扣分 會不會 需不需要申報呢 會不會影響申請呢 嗯嗯嗯 是啊 OK 嗯 任何的 traffic offense 包括是 不小心駕駛啦 或者超速呢 其實都應該 disclose 給內政部的 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criminal conviction 那個section 他都會問你的 那你就 應該如實說出來啦 那罰了多少錢啦 有沒有扣分啦 那很重要 你有沒有 就是 去承認這個錯誤啦 去提交那個罰款啦 那你的ID App 上高呢 你之前說 你也有一些成功在ID App 上 申請的罰款是不是 是啊 很開心啦 已經有 陸續有很多 就是成功的Family 已經幫到他們啦 那我們也有 就是幫 就是有一部分的客戶呢 我們不僅僅幫他做BNO Visa 可能幫他們做這個樓宇買賣啦 那所以 真的很大壓力的 有時候 覺得他 真的整個家人的 的身家性命財產 都是在我手上 所以呢 我們都很 就是 很盡力去幫他們的 那真的很開心啦 剛剛 這個月已經 就是被批凱 也有 有些家庭是 他們又買到樓啦 又可以拿到BNO Visa 這樣 他已經是在他的新居那裏 在寒冷添 那一馬上我們幫他收了樓 然後他一過來 馬上入住 我們買了東西在裡面 那讓他可以在裡面 10天 還要有一個 deliver rule的 電話 對 不會餓死 是啊 我的客人都問我 哎呀 寒冷添10天 那我們吃什麼 其實英國又不是那麼落後的 所以都不會太大 有些城市是沒有deliver rule的 不過我有件事想拉回去 就是那個TB test 我發現很多人都有問題 例如好像爸爸過不了 或者呢 亦都想確認一下 TB test 如果他是 申請的時候 以及他真的入境的時候 如果申請的時候是正確的 入境的時候是不正確的 那會不會有問題呢 嗯 OK 普遍來說呢 TB test 就是申請的時候要有效 但是呢 當你入境的時候呢 亦都要提交所有的文件 那文件上呢 就不是說你BNO visa 那時候那些文件一大大 這樣再呈交上去 那就不是的 那最主要呢 就要帶回你那本護照 那就是你申請那本護照 那另外就是帶回你那個 Decision E-mail 或者是Decision Letter 那如果你是用ID App去申請的話呢 那你被批核的結果呢 就會用E-mail通知你 如果你是親身去到北角那個 英國簽證申請中心 Visa Application Center 那他就會給一封Decision Letter Hard Copy 是的 那有一點不同啦 因為如果去Appointment的話 那就有這個90天的 Visa Sticker 我們叫做Vignette 就在這個Passport裡面的 那你就要在這90天前往英國啦 那如果不能在這個90天內前往英國的話呢 都不需要那麼擔心 也都可以呢 另外去提交一份叫做Vignette Transfer 的Application 那大概是兩個禮拜左右呢 就應該獲批的了 那就去延期啦 所以他會再 內政部會再給你90天 那但是大家要好 留意呢就是 用ID App申請的人士呢 就不需要 也都不會有這個BRP卡的 那我們剛才說回入境的程序 入境的程序呢 那大家可能也都會知道 48小時之前呢 登機之前呢 也都要做一個Passenger Locator Form 那也都要購買這個Covid Travel Package 那來到英國呢也都要 那首先登機之前要有 Negative的Testing Resort Covid Test Resort 那之後呢 去到英國呢 也都會 他會寄給你呢 再做兩次的Testing 那就在這個Self Quarantine 那Self Quarantine的期間可以在自己家裡啦 或者是Airbnb或者酒店啦 那但是就不應該外出啦 那在那段期間呢 那也都是可以 那其實如果你的城市沒有 沒有Deliveroo的話呢 都可以考慮回 可能附近都有些take away 那網上可以找到啊 Just Eat啊 Uber Eat啊 打電話去啊 那樣的 嗯 嗯 我怕我待會 今晚我要再聽多次整個live 就是那些程序 還有那些什麼文件呢 那些呢 我自己也要做一做才行 那樣啦 TB Test 因為這個是特地 我有個很好的買家朋友 Carol去問的 所以我就一定要抓著你來問 那樣 他也是OK 他提一下他怕那些人過了期 那個TB Test 入不了境 因為你可能 那個申請跟你真的入境 那些很多人在排 那樣 這個呢 就是這樣 那我記得我早陣呢 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就說在內政部呢 都有一些 你真的去內政部跟他談的嘛 嗯 我們是跟一些senior policy advisor 那但是呢 我們就 跟別人談 有談的好 但是跟別人談了之後 別人之後不承認說過的東西呢 就不太好了 那所以我們很多東西都是in writing OK 就跟內政部的 就是Hong Kong Central Team 那就是專管這個BNO的 policy team 那就跟他們的senior policy advisor 聊天 他們好沒有人的? 嗯 初初都非常之好的 那因為我們 都都 之前跟內政部的關係都非常之好 那我們入的application 也都不會說 就是因為我們是律師 那我們也都會 就是有Integrity 這樣去申請 嗯 但是 也都有一些覺得 我內政部的那個 policy advisor 都覺得我幾煩 哈哈哈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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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怎麼說 因為真的 有些東西 雖然我們是有經驗 但是始終BNO是新的 那所以有很多 policy的東西 它又不是很細節的 那我們之前都在這裹著他們 都問啊 五毛回應啊 都會追蹤啊 這樣 其實你跟他說 我回答你一個 你就回答所有其他的人 其實是省他的時間的 其實 都覺得是 你現在這樣live 你一次過都搭了一大群 都是需要想了解的朋友 那你起碼都 你跟他說 其實我幫了你 要不然逐個逐個問你呢 更煩啊 是啊 但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那 講回 A senior policy advisor 就不會回答 就是那些 普遍那些觀眾去問他問題的 是啊 就 reach不到那個人的 一定要有contact才可以做到 另外呢 就是 大家也都可以 去回內政部的網站 是有一個contact UKBI 這樣去問的 可以打電話去啦 或者去電話去 但是呢 我們發現 有些 可能 有些客人 或者有些 inquirer 之前是問過 展示回答案給我們看 那有些是錯的 嗯 內政部都會答錯的 那 為什麼呢 其實 那 我們以前做那些 就是很大的公司 那 然後我們有一些同事呢 就是很junior的 那些assistant 都去內政部做事的 所以呢 我真的不排除 別人給你的資料呢 就是不一定是正確啦 就是你找一些junior call center 這樣跟你解釋 那有錯誤都不出奇 哦 這個很嚴重啊 那 所以我們是不會用這些途徑去聯絡內政部的 哦 那我們的途徑是不一樣的 另外就是 我們也都發現呢 那有些人可能想問很多問題 那我們都會問 那不要緊 可以做一個 討論啦 做一個發展 或者可以自己聯絡內政部的 但是很多呢 我們發覺他們 即是聯絡了內政部之後呢 那個回答就是 我們需要跟移民監控制 我們不可以給移民監控制 那內政部就 很多時候現在就是這樣回答 就是難得回答你 那 那各位如果大家需要 真的去找Joanne 真的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的情況都是不同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找Joanne去談一下 那我將她那個的聯絡啦 WhatsApp啦 Signal啦 Email啦 還有她之後呢 會有一個BNO的Webinar的資料呢 都在我們的Description box那裡呢 就寫了的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真的很急切的話呢 可以直接找你啦 是嗎 是是 沒有問題的 那 Elly 你的記性真的很好 哈哈 不是 那 我覺得大家真的 每個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那 那 就是 每一個Family 他們都可能有一些很特別的情況啦 那 有些可能說 我的子女在英國啊 或者 我也不知道 無重入手啦 啊 那 ID app 就是這樣 就OK的啦 那其實又不是的 你要先建立了個帳戶 你要先建立了個帳戶 然後你才配上ID app 那ID app呢 只是 你不需要去到申請中心去拍照 還有把手指毛啦 那你就在那個app那裏 掃個帳戶啦 拍照照啦 拍照照啦 拍照你的照照啦 那但是 那不是的 你還有其他文件要提交的喔 還要填個帳戶的喔 那程序 那個程序也是不同的喔 比如你去 約會那些人呢 你一定要填寫了個帳戶 才可以去約會 但是呢 用ID app申請呢 首先要建立了帳戶 把ID app 用完ID app之後 才可以填寫個表格的 那程序才會上載所有的文件 所以次序的排行也都不同啦 那 所以大家都要很小心啦 那有時候可能大家會覺得 自己申請都可以 那當然可以啦 但是 可能做了一個法律諮詢 起碼知道 怎樣去計劃 什麼時候應該入境 那提交文件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啦 那例如是 Bank statement 那裏 我們是不應該超過31日的 過了31日 例如你說 哎呀我有一月份的Bank statement 那我就遞了進去 那那裏呢 我有很多錢的 那應該都沒問題啦 那但是 一月份 你現在都三月尾 那變了呢 其實你那個Bank statement 已經是過了期的了 那內政部呢 就不會收的 好 剛剛呢 有 等等 咦 找不回個問題 他說呢 有位朋友不好意思 我正在找中 他說呢 破產了 他可不可以申請BNO Visa 嗯 OK 那破產呢 就不一定不可以申請 但是要看回 他的個人情況啦 有沒有已經抵押了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啦 那如果在這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譬如破產啦 或者有一些民事訴訟 或者是刑事的起訴啦 或者是之前的犯罪紀錄呢 那我們也都要做一個assessment先的 那可能要provide一些references啦 有些statement要幫他寫 一些witness statement等等 那去凝固整個application 去盡量減低個risk of refusal 那剛才問這個問題 那位朋友 你也是找回律師幫你處理好些 因為你可能自己IDF都OK 但如果你的情況是比較上 複雜一點的 那最好可能都是 因為你其實很煩的 你被人的Visa rejected 你永遠每次入境 他都會看到你以前的Visa 被人的reject 那又不太好 還有譬如有些客人呢 我們都提醒他 如果是被人reject了 那是不能上訴的 是no right of appeal 是的 但是呢 有一個叫做administrative review 但是administrative review 你不要覺得很好 其實呢 就是內政部 另外一個人 再看看你的application 是的 那通常呢 那大家自己有 是不是先說真的 那他的同事 做了一個決定 他有幾大的可能性 是會overturn呢 真的很少 所以 要非常之小心 另外呢 就是最無辜的 就是那些小朋友 因為呢 如果那個 主要求 譬如 爸爸媽媽 有BNO 那他們得了 但是小朋友 有些文件沒有提交到 那小朋友不行 但是呢 內政部的條文 就寫明 那一家人要一起申請 還有呢 他的指導裡面呢 就有個refusal wording 那他就說了 如果爸爸媽媽 就是 他那個主申請人 那個BNO主申請人 我們叫做BNO status holder 如果他是已經獲批了 那小朋友呢 就不能跟他申請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變成了 很無辜的呢 就是你的小朋友了 因為譬如大人可以 那小朋友不行的話呢 那就變成了 非常之嚴重了 那之後 也都不可能再申請了 哦 嘩 嘩 嘩 嗯 我問你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呢 我記得你有 之前有提及過 如果 都差不多 問多一點 回答多一兩句 想問一下 如果譬如說 在申請BNO 或者BNO進來之後 那如果是生嬰兒 那嬰兒 那嬰兒會不會自動有嬰殖呢 嗯 不會 是啦 因為 在美國出生就不同 對啦 英國呢 就很久很多年 很多年已經沒有這個制度 嗯 那 所以在英國出生的嬰兒呢 就不會自動有嬰殖 除非 就是父母 就是一方已經是有嬰殖的啦 那 但是如果是已經拿到永居的人士 而他的子女呢 是在英國出生的話呢 又不同了 嗯 那些又可以用另外一些方法去申請入席 是的 但就不是自動的 嗯 嗯 所以真的要看每個人的情況 因為移民法例真的很複雜的 嗯 另外 那我們 星期六啦 4月3號 這個星期六呢 也都會做一個Webinar 那剛剛Elly也提及過啦 那 我們會講更多的關於內政部的 給我們的消息啦 那 有一些可能內幕消息 就是 現時是還未 還未 還未 在Web 宣佈的 因為有時候呢 譬如 Elly 現在講了一句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聽到 在Webinar裡了 是的 我們很多都會留在Webinar裡說的 那 但是 如果我們說回 好像剛才 小朋友那裏呢 我們很早期呢 已經跟內政部說了的了 那我們就說 那我的客人如果去了英國 那跟著才生個BB 那那個BB 是不是會可以 正常的地方呢 或者 申請了BNO 那後來發現自己有了 然後就 可能留在香港 順產啦 然後才去英國 那我們都問了 應該都可以正常的 那個BB的Visa 那我們當然要問 當然那時候也都問了內政部 那他們都有答我們的 那他們都說 那時候呢 就說 會在那個Web 宣佈上登出來 那如果 你現在去看 其實他近來是有更新的 所以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是Planning 那我們星期六那個Webinar 都會講解一下 大家應該 什麼時候去做申請 那如果沒有了LOT 之後 然後 3月3日 今天 沒有了LOT 之後 怎樣入境 可不可以用旅客身份入境呢 那如果用旅客身份入境 那 去到入境處 應該怎樣去對答問題呢 那 可不可以在英國 遞入這個BNO Visa的申請 那 那很多這些細節 還有更多的更新呢 我們都會在Webinar上講解 嗯 OK 收到 明白了 Joanna 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 但是我們 在今天完結這個Live之前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Live 最主要的項目是 譬如是太空人的組織 嘛 你介不介意我們再重新一下 只是這個項目 就是 譬如說 真的 是不是說 如果你小朋友 總之 在5加1的5 的時候 大概是18歲 那時候 那他呢 就算呢 當時爸爸媽媽 是不滿足 他之前的5加1的5 裡面的 居留日期呢 他都有機會可以自己去申請永居 那這個就是 暫時來講 唯一 可以 這個太空人的計劃 是有機會實行的一個 安排呢 都不是唯一的 有其他的 那 但是 其他那些就留下星期六再講 但是 剛剛 Elly 你也說得很對的 如果 我們不要說大概了 我們說 已經年滿18歲 那時候呢 是可以申請的 但是 我們也會講解一些 譬如 那時候還沒滿18歲 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行呢 那我們也會講解 好 這樣呢 那麼各位 我們看到你的問題了 那如果我們沒有遇到的話 我們會盡量在這裡留言繼續回 那也都是 就是 這個的內容裡面呢 都是希望幫到大家啦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麼 就是很特別的 情況 情況 非常歡迎 就去加入 Joanne的 webinar 或者是 E-mail你 直接找她 去問她 就是做一個 真正正正的法律諮詢 是最好的 是 嗯 好 OK 多謝今天Elly 邀請我來做這個 今晚 多謝你呀 那也都好 多謝大家 瀏覽我們今天的影片 希望真的可以幫到你們啦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到這裡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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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